中国女排火力升级 28岁朱婷出战失联赛 无悬念 蔡斌果然留一手 大家好 我是斌格 欢迎观看斌格聊球 女排失联赛即将开启第二周的比赛 在日本站的比赛 中国女排获得四联胜 拿到非常好的开门红 对于中国女排整体气势来说 是非常好的鼓舞 而到第二站的比赛 对手包括加拿大女排 保加利亚女排 波兰女排和意大利女排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不过不少球迷都非常期待 中国女排的主力王牌 朱婷能够尽快的回归 那么此次失联赛 中国女排绝对可以一飞冲天 如虎添翼 而且上赛季朱婷在意甲的表现 大家都看到了 仍然是世界级的主攻 如果能够和李盈盈联手 中国女排绝对战斗力至少翻一翻 近日对于28岁的朱婷来说 能否出战失联赛 也已经是毫无悬念的 不过让大家失望了 根据这次蔡冰上报的名单 朱婷不在其内 而且朱婷手腕伤病 还需要休养 也和赖亚文蔡冰沟通一致 并且这次失联赛 根据最新消息 所有球队基本都是二队出战 所以中国女排也再次迎来最佳练兵机会 对于蔡冰来说 还是留了一手 从去年之后 蔡冰就已经改变了想法 不在此等朱婷和张畅宁了 新赛季我们也看到 女排姑娘们不少都表现出色 特别是仲慧等球员获得了重用 所以中国女排历练之后 也会整体百花齐放 火力升级 第二战比赛希望继续大获全胜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期留言